FM03 中广流行网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每个礼拜六 礼拜天 下午五点到六点 一个小时的蒋公厨房 叮咚 准时开张 Hello 大家好 我是加寇 蒋伟文 2020年1月2号 今天是礼拜六 It's a Saturday 马上进入我们的蒋公周记 除了演戏 主持电视节目 或者是主持蒋公厨房 像我们最常做的 还有主持活动 主持活动 尤其是活动的主持人 其实是蛮开心的 常常可以参与一些 令人开心的事情 比如说什么尾牙 尾牙就是大家是来 喝的开心 吃的开心 拿奖品 所以全部的公司的人来 都是开开心心的 所以主持尾牙 就是很开心 然后还有主持一些 什么精品发表会 那也是厂商很重要 很开心的一天 他有新的产品 要公布于世 然后也是有很多的 甚至有很多的 在收集这精品的人 或是想要买这精品的 消费者也是很兴奋的 这样子 所以做活动主持人 是可以体验到 很多不同层次的开心 这样子 那也是也可以体验到 不一样的一些活动 比如说上一次 我主持一个 这个外交小兼兵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去年我们蒋公厨房 也有访问过 这个外交小兼兵 去年的第一名冠军的学校 好像是武林高中的样子 因为外交小兼兵 他们就是全国 大概有一百多所学校 那组成都是高中 这样组成的团队 然后他们会有一个海选 等于是初选 初选大概要两三个月的时间 因为有一百多所学校 然后到最后就剩下十几个学校 然后去参加决赛 那今年的就是 等于去年了 就2020年 好像已经是他们第17届的样子 这个已经办了很久了 外交小兼兵 顾名思义 你要做外交 你的国际语言就要说的好 那现在的国际语言 当然一直以来都是英文 所以等于说你英文能力要能够活用 而且在外交的语言上面 你要知道怎么使用 不只是日常的绘画 国家的名字 国家的政治的单位 或者他的名称 英文要怎么讲 你都很清楚 而且不是只要知道单位 单字 你要会能够演讲 能够绘画 因为很多这种外交场合 你是必须要在众人面前讲英文的 你看韩国最红 全世界最红的BTS 这个防弹少年团 他们在国际组织前面 这个演讲也是要英文 所以你的语言一定要能够说的好 那外交小兼兵 我后来那天去主持这个活动 这活动其实是我主持过 算是蛮累的活动 你说普通的尾牙好了 可能尾牙都是吃饭的时间 晚餐可能是六点半入场 九点九点半 最晚成十点 差不多餐厅就要赶人了 他们也要收拾 所以大概三四个小时吧 我压 但是这个外交小兼兵的主持 我们那一天是早上九点钟到 然后主持结束 已经是下午五点钟了 九点到五点 为什么这么长的时间呢 那时候我想说 哇这感觉很累 但是体力上是累 但是精神上哇很振奋 因为来自全国一百多所高中 出赛决胜负出来的 今年是24个学校的组成的队伍 然后每一个学校大概有 应该是四个小朋友吧 四个高中生这样 青少年了 四个有男有女这样 学生了 组成一个团体 然后他们要比赛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团队英语 及席演讲 听到就很可怕 而且不是叫你一个人演讲 是四个同学 大家分成四个段落 然后互相的要有团队的默契 来做集席演讲 你知道那个集席演讲是怎么比的吗 就是说现场会有一个外交人员 他会有三个题目 同学们都不知道什么题目 三个题目 这三个题目分别是跟时事 跟外交跟国际的一些情势 是有关系的主题 然后从这三个题目 你就当天选出来一个 当天公布 同学们只有20分钟的时间 来做一段集席演讲 那很快 而且你要在四个人 大家分不同的部分来讲 然后又有默契 讲的要头头是道 我那天真的大开眼界 我发现我们台湾的高中生的 英语能力真的很强 因为你要做这种外交小尖兵 你不能用最这种 Hey what's up how you doing 这种这么会话的东西 你要是能够拿上台面 你的vocabulary 你的英文单字要选的 很不错的英文单字 不能说这么日常的 这么流行的语言 可以有 但是不能全部都是 你必须要有很正式的一些 一些外交的语言 这样很棒 大家都好厉害 然后第二个比赛 也很厉害 第二个比赛是意志问题的 意志问答 就是说这些意志问答 是考验这些外交小尖兵 这些高中生 国际情势 国际外交的一些时事 譬如说你还记不记得上一次 捷克有一个 是什么样的部长 来到我们国家 好像是捷克那边 北欧那边最高等级的一个部长 来到我们国家做演讲 他说 他说我是台湾人 你记不记得 他有在立法院讲这句话 那是谁 他叫什么名字 他是什么样的 他是什么阶级 这些小朋友都知道 而且考这个意志问答 是用英文出题 他是用英文来讲这个题目 用英文来讲他的答案 那你要在里面选出正确的答案 而且有可能是单选 有可能是复选 那一个学校 你只要如果是复选题 譬如说答案是B和C 你如果答B跟D 就算你答对一半 也算你零分 很厉害 你以为这些学生们 他们会不会错很多 很多都是一直对 媒体都对 有很多题目 他里面用的英文 甚至我都要想一下 因为他讲都是一些国家的名字 或者是这个政治人物的 他的职位 这些职位都很难的 譬如说众议院的议长 英文要怎么讲 我还真不知道 所以说我那天在看他们出题的时候 这些学生们答对 我真的替他们兴奋 替他们高兴 他们真的好厉害 好聪明 对国际的情势 尤其是英文的 能够这么清楚 这么了解 而且回答都正确 外交小兼兵这个节目 它是在公式录制的 会在公式播放 如果大家也想要看的话 他19年 109年外交小兼兵的总决赛 他播出的时间 是在公式的主频道 也是在礼拜六 然后是下午3点到4点 刚好是我的节目开开 开始之前 你可以看一下 等于是1月23号 就是今年的1月23号 还有这个1月30号 早上10点钟 在公式三台 他会播放这个 外交小兼兵的总决赛 大家如果有兴趣 看一下我们台湾的高中生 有多厉害 在英文 在国际事务方面 了解有多深多广 你来看一下这个节目 你会很兴奋 很欣赏他们 好的 接下来我们听 红法爱德 这首好听的歌曲 After Glow 听完这首歌 马上回到蒋公厨房 FM明天三 中广流行网 蒋公厨房 We're back 我们回来了 我是加扣 蒋伟文 第二段 第一个单元 蒋公来说菜 时间过得很快 很快就要过年了 不管有没有过年 我妈妈特别喜欢吃海参 或者乌参这样的东西 所以在过年前 我妈跟我爸退休 回来台湾以后 这整年 去年2020 我就不知道吃了好几次 乌参饱之类的 因为我妈很喜欢吃这种海参类的 我都要到海港 这个渔港去帮她买这样子 那今天就来说一道这个菜好了 也蛮应景的 快要过年了 叫乌参青花宝 这样听你就知道 这里面会有青花菜 然后再加上乌参 那不管是发好的乌参 或者刺参 或者海参 你能买到 你就来试试一下 就那个Q弹的感觉很好吃 这道菜收录在这个 经济学家不偿师的料理笔记里面 那这个这道菜怎么做呢 就是先这个 把这个所有的食材都洗干净 那那乌参或吃参 其实你在渔港买了 我就请他把它破开来 然后里面把它藏你 洗一洗这样子 把它稍微清洗一下 那在切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乌参不能切太小块 切大块一点 这个大块就是比如说 可能要到五公分 五公分成七公分这样子 或者大块也没关系 你切太小块就吃不到了 就是斜切一点 让它有点厚厚度 然后这个虾子去头 然后去壳 然后去藏泥 用滚水稍微汆烫一下 这样八分熟 然后就留起来 那如果你要做那种黏菜的话 你可以留它的尾部 比较漂亮一点 留一点红红的颜色这样子 然后在这边用到一些猪骨高汤 可是不多 大概才100cc左右 蚝油也用到大概100cc 糖用到大概二分之一大匙 然后白胡椒粉一些适量一点 那这边就是把青花菜切小虫 然后取一锅汤 加水把它煮滚以后 然后加了一点点麻油 大概二分之一匙的麻油 给它一点油量 一点香气 然后把青花菜在里面烫个三分钟 就捞起来这样子备用 然后这个这里面的 刚刚我这一煮青花菜这个水 就是把它放入乌生 姜片 还有一半的青葱段 再把它煮五分钟 然后也把乌生捞起来 那这个地方就用姜片跟青葱 把乌生把它煮到去 可能是去腥吧 给它一个香气这样 把它煮起来放旁边 然后就取一个砂锅 因为过年年菜也要放砂锅 里面要给好看 这个港式料理也是会把乌生 放砂锅里面 取一个砂锅 然后放三大匙油 加热了以后 这个油要热 你看到上面这个油 有点油纹了 或者你看到有点 有一点点烟的感觉 不是说真的冒大烟 有一点烟就好了 就把剩余的生姜片 还有青葱段 等于说你这边生姜大概八片 青葱大概两根 那你把它分一半下 一半去煮乌生 另外一半在砂锅里面爆香 爆香了以后 闻到青葱段的香气 还有姜的香气 这时候就把刚刚烫熟的乌生 煮熟的乌生 这时候放进来翻炒 直接翻炒 翻炒个大概十几秒 这时候就可以放入 只要乌生裹附住 这个很香的姜 还有青葱段的油了以后 油香上去了 你就加入绍兴酒 还有猪骨高汤 那个绍兴酒一下去 你就起来 咔嚓的烟就起来了 有没有 猪骨高汤 马上就把它淋下去 这里的猪骨高汤 只有100cc 最好是热的 放下去以后 煮滚 转小火 去把这个乌生的把它焖煮 焖到软透这样子 然后这个就上盖了 上盖焖到软透以后 开盖以后 就加入蚝油 糖 白胡椒粉 把它再煮滚 然后最后 如果你要勾芡 就勾一点太白粉的薄芡 然后起锅以前 再把烫熟的 记不记得你的青花菜 还有你的这个虾子 就把它放里面去 把它搅拌一下 拌匀一下 然后再 如果需要再一点香油的 香油的味道 就滴一点麻油 一两滴就可以 就可以上锅了 那这个乌生青花宝 就完成了 那这边他用到是虾子 这边可能 他这可能写是 可能就写错 因为我看这个图案里面 没有这个虾仁的样子 所以他又讲说 虾子要去头去藏泥 用滚水汆烫八分钟 不过没关系了 就是吃这个食材 像我妈也蛮喜欢吃虾子 所以我就把它丢虾子进去 但真正这道菜 可能用到另外一个食材 那我们请到 食神来帮我们回答好了 就正好请到食神 陈安琪老师 哈喽佳哥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安琪老师 刚刚这道乌生青花宝 大家这个港式料理 算是比较贵的一道菜 而且是广东人爱吃的 那也是年菜的一种 也是年菜一种 像海参 我先讲一个 我们富贵人家在东北 如果富贵人家的这个 妇女做月子 一天一条海参 这算富贵人家 它胶质 胶质 对 它是零热量 零胆固存的 对 那像上海菜 就有一个很有名的 虾子乌生 它就拿那个和虾的卵 去晒干了之后 那你要用之前的 拿干锅先煸香一下 然后就把它拿出来 最后跟着海参一起烩它 可以给海参多一个海鲜的味道 因为老师你讲这个虾子 是一颗一颗 咖啡色小小 一粒一粒那个东西 因为我看保师傅 有炒过这个东西 就这个是比较算是古早味的一个食材 古早味的食材 这种食材要买是要到南北货去买吗 对 在这个香港的话 我就到安基 每次到安基 或者是在这个老三羊 他们就有买这种虾子 那这个 如果用这个虾子来做虾子 乌生宝的话 这个虾子 一颗一颗这个虾子 要怎么样处理它 然后它的作用在哪 它的功能是什么 它是海鲜 它是虾的卵 所以它很鲜 所以那通常我们是 你如果不去干锅炒它一下 它会有点腥气 所以你可以拿干锅把它炒一下 炒到你闻到虾子的香气 然后呢 像我婆婆她烧的时候 是拿一半的虾子 去跟着乌生一块烧 然后另外一半呢 就等于烧好了 装盘了 然后撒在上面 让人家看得到一颗一颗的虾子 那这个最后撒在上面的虾子 你吃起来会有一点 渣渣渣那种口感比较好 那煮的话 它就煮软了 这就是上海菜的其中一个食材这样做法 好那我们这边要特别谢谢 刚刚那个经济学家 不尝试的料理笔记 这个林向凯 那这本这个 这本书里面乌生青花宝 它应该就是用新鲜的虾子 因为它这边的虾子要去头去尝泥 照片上没看到 照片上没看到 所以我那时候也觉得奇怪 没有看到虾子 但是正好我祖狗我妈吃 我就丢新鲜的虾子 因为她爱吃虾 但是我发现广东的做法真的会这样 就是说它虾子放在它的一个 尤其是蚝油类的料理里面 它虾子是汆烫好 最后再放进去 稍微拌一下就好了 就它希望大家吃到那个虾子本身的鲜味 不要说太被那个蚝油带走 所以我觉得这个做法 大家可以在家参考一下 那其实像老师说 以前富贵人家吃乌生 一天是吃一条 现在过年呢 我们也会吃到这好吃的乌生 讲到过年就要快过年 今天陈爱琪老师来就要告诉我们 过年呢可以做什么样的大菜 然后呢 另外呢 如果说你发懒 不想做大菜呢 安琪老师正好也有年菜 跟大家分享 对不对 在网路上就可以订购了年菜 直接送到你家去 而且要怎么使用 怎么做呢 也都很简单 待会广告回来 请安琪老师跟大家分享 别走开 马上回来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FM103中广流行网 讲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节目厨房 您请到的是安琪老师 陈安琪老师你好 你好 安琪老师我记得好像以往过年了 我记得好像都在国外过 对 因为我婆婆那时候 跟我先生到了上海去了 对 所以我有蛮长 大概有八九年吧 我就到每次过年 我就飞到上海去 陪她过年 对对对 今年大家都不能都都不出国嘛 出国成本太大了 这边要隔离 那边要隔离 回来又担心这个担心这个 今年大家都在家里 在家里 而且今年呢 可以说是整个电商服务 最旺盛的一年 大家都是在网络上买东西 甚至打电话订餐 很多人就直接 不是自己做 就是订餐 送到家里来 我最有感受 因为自从能够订餐以后呢 我们家那个蒋夫人 就常常吃外面 都不吃我做的 因为这个选择太多了 照片拍的又漂亮 而且现在很多这种低卡低子的餐盒 所以蒋夫人说 你要不要也来试试 最近我都发懒了 我都不做了 对对对 那尤其是过年的时候 我在想说过年 今年年 那个电商服务这么发达 很多年菜 安琪老师今年又在台湾 对 所以安琪老师今年也花了一些心思 做了一些很好 很棒的年菜 对 其实在之前我们家蒋夫人就给我看过 说今年我想吃这个 我说什么 安琪老师又做年菜 好棒 因为我好多人问我 为什么做菜 教菜教了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做过冷冻年菜 我是说因为今年的这个冷冻技术也到位了 因为以前像我做过一些就是在便利商店卖的年菜 但出来冷冻之后出来口感都不好 但是现在就是冷冻科技 像我那天跟这个大城关系企业这个新光集团他们做冷冻的 他说现在冷冻可以从室温就常温二十几度 急速冷冻到45度C 所以他能够很快速的就把这些食材都冷冻住了 所以像这些白菜像我们做室的时候放的白菜 他都不会说是冻伤了 冻伤的话那口感就不好 水分就流失掉了 还有像我们做这个雪菜笋丝 那个笋丝吃起来还是脆的 所以就是我觉得冷冻技术到位了 那做出来的冷冻的东西 不会像人家以前说冻的 一听说是冻的就会马上打折 把美味就打折了 那今天这一套我们也试了打样打了两三次之后 我们才决定就是说可以推出来了 而且老师之前也是有经验跟他们做那个酱料包 我记得上一次访问老师说 大家现在都流行吃干面 老师就反其道而行 不用不用你们我们不卖干面 不卖面 我卖那个酱料那个鲜肉的酱料 不管是雪菜肉酱 这个而且 番茄哨子 番茄哨子 而且老师做这酱料包 我觉得蛮有巧思的 就是说你不一定要拌面吃 对 雪菜炒年糕 好多人都说他在家里头就炒年糕 因为有很多人喜欢吃年糕 炒年糕或是蒸鱼 蒸鱼 或是真的可以做很多 甚至你来做豆腐饱 豆腐饱可以做炖饭都可以 对对对 所以这个整个调味包做的这个好吃 味道多 然后又能够拌不同东西 就不一定要吃面 对对对 吃面也太单调了 像我那个咖喱是南洋式的咖喱 有香茅跟柠檬叶的味道 很多人说拌饭吃好好吃 拌饭吃一定很棒 而且甚至你可以 甚至你可以把一些小鸡腿 把它放到里面 把它炖一下也可以 我觉得也很棒 那老师这次出了年菜 因为有这些 像老师你刚刚说 这些冷冻技术变好了 那大家就可以在家里 这个用这个冷冻 其实可以原味把它做好 急速冷冻 到家来复热 味道就不会差太多 甚至一模一样 但是还是很多人很懒惰 发懒不想做年菜 就是说 就只想定 但是更多人也想知道说 这个到底是怎么制作的 到底这条菜怎么做的 其实我是先找他们来吃 就是他们因为看我做 一面做好了 他们就来吃这个味道 因为他们的舌尖也是很厉害的 吃了之后 他就能够保持那个记忆 所以他们回去就打样给我看 我来吃 那我其中有个很好玩的 就是我们今天有出莲子 因为做米糕 其实很少人放到莲子 但是我在教学生的时候 我不晓得你记不记得 我们选那个鸡排扣饭 就是两只鸡腿 下面扣的是油饭 那那个油饭里面 我就放了莲子 我觉得莲子放在油饭里面 它口感很好 所以我就特别在我的米糕里面 加了莲子 那我们就把松板猪切片 就是说生的肉 另外冷冻包装 这样的话 你那个肉复热 它会没有汁了 所以我们蒸的肉 你把米糕先蒸个十分钟 蒸热了 再把松板肉排在上面 然后再去蒸个十分钟 肉就熟了 那我们想说给它一点 这个健康的概念 过年大鱼大肉 吃点红曲的做的东西 它能够比较 而且颜色比较淘喜 对 那我们就把肉去腌红曲 就腌出来一蒸 哇吓死人了 它有肉没熟 因为是变成红肉了 因为红曲是红通通的 所以蒸出来之后 变红的肉 后来想想算了算了 人家有个没蒸熟 大家会搞不清楚 到底这样是熟了没有 或者是心里会发毛 虽然说知道蒸了很久了 这个颜色还是红曲红红的 对对对 有点吓人 所以后来我们还是改回 原来就用酱油 胡椒粉跟糖 这个小插曲 小插曲 老师你刚讲到这个 就是你们这个年菜 四菜一样 其中一道 就是 莲子 松板米糕 米糕 因为我们现在 有时候我们外面市面上吃的米糕 可能这个是第一次吃到这样的米糕 对因为我们吃的可能有些不同的食材链里面 这是用松板肉 然后老师腌制什么呢 这个松板肉 松板肉腌就是酱油糖跟胡椒粉 而且是用生肉的方式 对生肉的方式 急速冷冻到 他给你两包 一包是米糕是冻好的 然后另外一包是生的肉 是腌过的肉 所以这个米糕就是莲子米糕 对 所以大家就先蒸这个莲子 莲子米糕 然后再把肉放上去 莲子米糕 大家蒸个十分钟到十五分钟 它热透了 热透中就把松板肉铺上去 大概有八到十分钟就蒸好了 因为它这个松板 它是手工切的切片 然后就放在上面 敷热就很简单 其实蛮快的 对 其实冷冻年菜拿回来 你大概前两三天 就可以放到冷藏 不一定要都放冷冻库 对 因为它这东西 都像我们的一瓶鸡汤锅 它都是大块文章 就是那个鸡汤 那个很大一包 所以呢 你就再放在冷藏 放个两三天都没有问题 对 所有年菜里面 一定有一个这种汤锅 对 尤其是一只鸡在里面 像一瓶鸡汤锅 一整只鸡 整只鸡可以先拿来拜拜 拜拜 拜拜完了之后 真的耶 是啊 那个像我们的鱼也是 我们的鱼也是 鲍鱼 一整条的 一整条的 炸过的 有头有尾的 炸过的这个鲍鱼 对 因为你如果放冷藏的话 你拿出来 不管你那个真空包装还在不在 你也可以把它剪开来 对 就直接上工作 先拜一拜 先拜一拜 整只鸡 然后整条鱼 因为你还有附那个酱汁包 这东西 那就不用拿上去了 不用拿上去了 拜完了以后 再拿下来 直接再把它加入这些汤汁 酱料 然后调味料 直接把它煮好就好了 对 我们建议大家就是买一颗 这个现在冬天白菜很好 你可以买颗白菜 稍微烫一下之后呢 垫在这个鸡汤下面 因为这个白菜 我们因为这个鸡汤 大城是养鸡起家的 所以它的鸡汤 它是拿这个老母鸡的鸡汤 来炖我这个鸡汤 所以我这鸡汤非常浓郁 每次我们在给做试吃的时候 大家就闻到那个鸡汤跟火腿 因为你知道 很少人拿火腿来用 但是像我们家上海人 就是一定炖鸡汤 是用火腿来炖的 所以我们就炖鸡汤跟干贝 还有一块猪 本来是一个猪蹄膀 猪蹄膀太大了 我们这一包东西 已经超过它的重量 已经超过它2600克了 所以我们就用的是猪脚 那猪脚的话 他们也处理得很好 就是还有Q度 然后它是汤里头 它会贡献汤胶脂 所以这个汤炖起来很浓郁 放白菜的话 白菜吸着这些汤汁味道 白菜很好吃 对 其实这个老师给的这个PEPPO 其实大家真的要记住 因为很多人买这种年菜 回到家里 他就觉得说 我买来这样吃就好了 可是你加点新鲜的菜 又便宜 你马上就会让这一锅 那个鲜味又提升 而且分量又变更足 事实上你放了白菜 你加点粉丝也可以 你想加什么 想吃东西把它放进去 只要不要太让它走味就好了 而且我们这个年菜的汤蛮多的 我就说你晚上如果过了一天 你还可以拿它来做鸡味面 因为它的鸡汤 真的是很好吃 所以这一次年菜老师推出 市菜鱼汤是有鱼 有肉 有米糕 有鸡汤 都有了 现在我们讲的是一瓶鸡汤锅 还有一个是雪鱼的肉末的 雪菜肉末的这个白苍鱼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刚刚讲的那个 松板米糕 松板米糕 还有一个是必吃的狮子头 狮子头 这个过年一定要吃那圆圆的狮子头 圆圆滚滚的 对 然后最后还一个小菜 就是也不知道 就是一个冷菜 就是我们外省爱吃烤夫 对 你知道那天我在烤那个谁 那个李德权师傅那天 跟我一块做节目 我说你知道为什么过年 江浙人一定要吃烤夫 你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待会广告回来 大家想一想 广告的时候大家想 为什么江浙人一定要吃烤夫 肯定有他的道理 我应该问一下我爸 因为我爸特别喜欢吃烤夫 回来告诉你答案 别走开 FM第3中广流行网 讲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今天我们厨房里面请到的是我们时神人妻的救主 就是我们的陈安琪老师 安琪老师你好 佳可你好 听众大家好 是安琪老师今年过年正好就带来台湾了 然后这个就出了安琪老师的年菜系列 那这个大家好像很很少吃到安琪老师做年菜 这个正好这个机会 四菜一汤 刚刚讲到有狮子头 有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这个 松柏米糕 还有这个雪菜蒸鱼 白苍 然后还有这一瓶的鸡汤锅 里面还有胶质的猪脚 然后还有这个自己放个白菜就更棒 然后其实一整只鸡 那我觉得刚刚安琪老师提到一个很棒的观念 就是其实它又是一整只鸡 它又是这个急速冷冻的白苍鱼 你就可以拿来上贡桌了 对它拆开上贡桌 拜完拜以后再拿来做成年菜 这真的很方便 那另外呢就是刚刚讲到这个烤麸 就是老师说这是冷菜是烤麸 里面会有这个是冬菇吗 花菇 花菇 很厚的花菇 加上烤麸 那老师说这个江振人 还有笋 跟木耳 这看起来就很好吃 木耳有笋块 还有金针菜 还有对这一条金针菜 忘忧草 老师说为什么江振人要吃烤麸 大家知道答案了吗 刚刚在广告的时候有想过了吗 为什么吃烤麸 还是说有人掉下来搞不清楚烤麸 是什么东西 现在很多馆子比较少看到烤麸了 对就是只要到江振馆子里面 他们的冷菜会放烤麸 那卖很贵 那像上海去秀兰 买了好少一点就150块 对不便宜 对不便宜 烤麸因为上海人叫靠麸 就是要靠这个麸 过年要讨个好口彩 所以就会讲说我要靠这个麸 所以他就融生为年菜 对对对 靠麸 对有麸 而且他过年 其实以前过年就是要吃多点油 对肉油 让自己的冷 烤麸就是炸的 然后油香油香的 对不对 油咸油咸这样子 烤麸的话 它是面筋制品 它就是你把这个面揉成一团之后 去洗 把粉都洗掉了之后 它剩下一块黄黄的 它其实就是蛋白质很丰富 就所以通常都是拿高筋面粉 精力比较高去洗 洗完了之后 这个烤麸是加了发粉去蒸出来的 那有个大家常吃土豆面筋 那个面筋就是拿这个面筋去炸出来的 叫油面筋 那蒸出来的就是烤麸 所以烤麸它中间有很多洞 它就会吸这个汁 所以通常呢 我们的烤麸你如果直接去烧 它就会烂烂的 因为它本身是软的 对 所以一定要炸 很多人一听到炸就头昏了 没错 对 要把它先撕成小块之后呢 去炸 炸透了 炸透了之后呢 才能够我们先去爆这个香菇 爆这个笋子 然后呢 再把烤麸放进去 其实很简单的调味料 就是酱油糖跟这个水 就加水让你去炖 那然后烤麸跟笋子炒香了之后 烤麸下去了 加水 然后像我很喜欢吃木耳 所以我要求他们放木耳 因为木耳现在来讲 也是黑色食材里面的 这个好的食材 五色食材里面负责黑色 黑色的部分 对 然后我们就先烧 就烧大概要烧30分钟 把这烤麸 它本身炸很硬 然后就把它烧到回软 然后呢 它就是一个没有汤汁的 就是略在一点 像我妈妈以前做的时候 都要拿铲子去压 因为烤麸是很多洞嘛 它里面会吸了很多汤汁 你要去压 把这汤汁都压出来 然后这样子烤麸吃起来 才不会一咬一口都是 太多汤汁 然后最后呢 我们就放金针菜去烧 对 它这个真的是蛮有make 因为烤麸吃起来又不能完全太干 对对 你咬进去它有动物 它要吸一点汁 又不能吸太多汁 所以它吃起来就怪怪的 对那它又不能太甜 它又不能太咸 对 它又有甜 它又有咸 又都不能太过 对你要吃到咸中有甜 甜中有咸 就刚好就是上海人喜欢吃那个口味 吃的是甜的 但是又不能太甜 蛮喜欢这个味道 那我觉得老师刚刚一讲就知道 其实烤麸 虽然是小菜一叠 但是不容易做 它其实又叫做靠福 所以你食材添加了这个 金针菇 金针 又加了这个花菇 然后又有木耳 就是跟烤麸 然后又有笋 它就是很棒的一个年菜的凉菜 那我们是买套餐 有送烤服 一套就是如果是三菜一汤 然后我们就送烤服 就变成四菜一汤了 那这个是因为它是凉菜 那我只要把它退冰就好了 退冰就好 但是我觉得那从冰箱里出来 又有点冰 所以拿室温放个一个钟头 其实你也可以给它回国去 稍微炒一下 让它变成一个温的菜 因为过年听说是要 不过我听说是冷到西里点 冷到元旦 过年的季节不知道 二月了不知道 那如果说天比较冷 你可以稍微给它炒一下 或者打个微波 让它变成温的菜 你就放到那边 大家吃的时候慢慢的 两种口 两种味道 一个温温的 待会又凉了 这样真的不错 因为我觉得以前吃馆子 还会吃到 比如说冲烧鲫鱼 烤麸 以前还蛮普遍 吃那种北方小馆 或者什么的 也会有 现在一定要到江浙小馆 才会有 所以蛮想念这个 太好了 如果说年菜 现在能吃到这个就好了 再来狮子头 这个应该大家 家家都有一锅 狮子头了吧 每个人狮子头 做法不一样 老师这一次 看起来狮子头蛮大壳 有什么特别做法 我们已经比去年减少了 去年大家反应 就是太大 太大壳了 对 300克 350克的肉 我记得 大四十 很大的 那人家说太大了 那个热头也不容易 所以我们今年 从山如流的 就把它改成250克 但是也不像一般 外面卖成菜的 那个狮子头 那种太小 因为我妈妈讲 一定要大才是狮子的头 不然就是猫头狗头 对 所以那四周 那这四周里面放了秘密武器 那现在很多人都知道了 因为我的学生都有上课 你说 我说一定是爆米花 那个 那叫什么 爆米花 爆米花 我用了一次 我觉得真的很好 加课上了课还没忘 对 那老师有送我一代 我试做了一次 后来我看到有在卖爆米花 我就跟他买一代 因为他都挂在上面 一代一代 那个很适合 因为以前都会放什么豆腐 豆腐 或是放一些什么面包粉 馒头 就发现老师一这样 跟我一提 然后我去买了试 真的是很棒 因为他会 歇着之后 他会自然化 融化 那这个米融化了之后 他就有滑口的感觉 是 因为传统做 狮子头的肥瘦比例 是四跟六 四的肥肉 或者是有的时候 拉到五五 就是很肥 很肥啊 所以我们现在 为了健康起见 我的绞肉 还是用二八的比例 但是我就加 那个爆米花进去 让它能够增加 滑润的口感 那我觉得因为 豆腐的话 它有个豆腥味 它会影响到 你这个肉的香气 所以而且这个 大的狮子头 做的大一点 你吃到肉的中间 它的香气 都没有散掉 你炸的小小的 炸的硬硬的 那个实在撑不上 老师刚刚说爆米花 大家不要 那是国语说法 就是 我们在外面买 那个就是通常就 胖一声 小孩子买一块一块 那个胖一声 它有卖扇的 一袋一袋扇的 它还没有弄糖 它还没有把它黏起来 扇的一颗一颗那样子 他们现在有人在卖 一百块一包 那个要怎么食用 在这个市场 请老师跟他讲 那市场 我们还是一样 就是先要打水啦 加盐啦 然后再去加蛋 葱姜水 葱姜水 要葱姜水 你还记得 用葱姜水 然后打个盐 去打成有粘性 有韧性的 然后呢 我们就加酱油 酒 然后太白粉 一颗蛋 然后一点麻油 我们去调好味之后呢 最后你要成型的时候 你就把爆米花拌进去 就可以了 它会融化在里面 它会融化在里面 然后我们去煎 像我们上课是用煎 但是他们这一次 因为做大批的 就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去煎嘛 他们还是用炸的 炸完了之后就去烧 那然后这里面 我们也是放了花菇 一包里面 要求他们放六到七颗 大概标准是六颗花菇 都还蛮大的这个花菇 然后就放白菜一块烧 那这个白菜 它其实量蛮多的 你虽然在冷冻包里 看它缩的小小的 但是你一加了水 到锅里头去烧的时候 它的汤汁出来了 白菜就浮现出来了 其实这个里面 我教大家是说 买两颗白菜 三分之二放鸡汤 烫过了之后 三分之二放鸡汤底下垫着 三分之一再来 给这个柿头加量 然后就白菜 大家都喜欢吃多一点 所以你可以放三分之一的 白菜在底下垫 这个安琪老师 还是跟大家提点 很多人大家都说 当然你直接就热了 就吃但是最好 但是如果你再加一些 新鲜的食材 哇那又提升了 丰富了很多 哇那而且会让人家觉得是你做的 这是刚刚端上来自己的家的东西 那感觉就不一样了 那这一整套像我刚才试菜一汤 还有那个白苍鱼 上面有这个雪菜肉末的 这个也很棒 因为这个雪菜肉末就是老师之前有推出的这个雪菜肉末包 再加一整条鱼 你可以直接上桌先共败一下 这样子带多少钱呢 待会广告回来 我只能跟你讲个大概 然后其实这个运送也是会蛮快的 因为冷冻运送 对那很快 所以应该是OK的 休息一下 大家会马上回到讲公厨房 FM03中广流行网讲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今天我们厨房的邀请导师 陈安琪老师 老师你好 你好 那安琪老师今天来聊的是 他今年正好在台湾 大家都在台湾 所以我们今年也很棒 可以吃到老师做年菜 那这个年菜呢 其实现在这个电商服务这么方便 而且运到你家是冷冻 冷冻包装 应该蛮快 送到家里就放冷藏过 你就可以拿来吃了 那这一套这样试菜一汤 整个是鸡汤 整只鸡的鸡汤 这样好像是才3000出头而已 然后呢 这个老大家对这每道菜的样子 大概做法 还有老师对这些菜用心 跟他有些菜的故事 大家其实可以上老师的FB去看 安琪老师现在在台湾 非常的这个 这个勤劳的 发很多篇 我们受惠很多 因为老师其实你入厨40年 很多故事可以聊 很多食材的故事 还有一些做菜的一些 老师每年都教很多学生 那大家都很多问题 老师回答 回答完了正好可以在FB上 再写一次 让大家了解 看我们FB上也有这个订阅 订阅我们年菜的方法 或者你就直接找三有图书 网站 然后也可以订购 所以几个很快的方法 一个到这个三有图书 博客来网站 对另外就直接打 陈安琪入厨40年 这个在这个FB上面 就可以找到安琪老师的这个FB了 对我们定一套年菜 还有送两个我的香气十足的卤包 就是那个雪菜肉末的 不是不是卤包 就是做卤肉 卤牛腱的 卤牛腱的卤包 不是那时候十三香 对 十三种材料在里面的卤包 然后还有一本我的食谱 过年的食谱 那是很棒 又有食谱又有卤 卤卤又有年菜 因为我自己说过年一定要自己卤一些卤味 那你有卤包的话 就可以自己去卤一些牛腱 或者是一些牛肚 猪肚这些卤蛋海带 所以为什么要公布安琪老师FB 因为安琪老师真的是佛心来的 有问必答 你都说想要买这个 然后又想要得到这个卤包 不知道要卤什么 直接上FB问安琪老师 会回答的详详细细 妥妥当当 陈安琪入厨40年 到FB去找老师的FB人 很快就可以知道这所有的资讯 或者到三有图书 三个朋友 对三个朋友 三有图书也可以 好 我们今天特别谢谢陈安琪老师 谢谢 好了跟大家先说声新年快乐了 蒋公厨房下次再见 拜拜